CPU的森豬 然後加上我自己煮的伯爵奶茶香 自己煮的 都我自己煮的 唉唷 自己研發自己煮 我受不了 喔喔喔喔 受不了 唉唷 老闆娘 你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家 當正殿之寶 這個就跟我們喔 在這個日劇或者是日本漫畫裡面 看到的一樣 它就是好像在一個轉角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是一台野牛車 對 玩客風高雄 大家好 我是阿達 身為一個高雄人 要告訴大家 高雄人半夜不睡覺 到底在幹嘛 後面是夜市 但是呢 我在這邊生活了那麼久 如果在高雄深夜食堂 只介紹夜市的話 那就不行了 所以這一次呢 吃當然很重要 就像之前 連那個深夜食堂 也真的是在我們港都拍的 所以除了吃以外 我還要帶大家 登登 這邊要飽 這邊也要飽 準備好了嗎 跟我 Let's go 高雄這個熱情的城市 是個白天有著碧海藍天 晚上還可以體驗 午夜城的熱鬧港都喔 但是晚上睡不著 除了吃以外 還能做什麼呢 嘿嘿 身為駕槓各鄉人的阿達 嚴選了在地的黑米地方 給觀眾朋友呢 高雄的朋友深夜不睡覺在做什麼 Irene妳做什麼 看電視吃宵夜 東南亞才吃得到的東西 對 這個是我們特地去東南亞 去那邊拜師學藝學回來的東西 那保證就是 在高雄現在的宵夜是吃不到的 在高雄 這個不僅在高雄吃不到 別的縣市也不一定有 這邊 有三個吐司 是 這個 也是算我們的招牌 這個叫 珍珠 伯爵珍珠奶茶 妳說伯爵珍珠奶茶 吐司 吐司 是 食物呢 中西合併就算了 它把飲料也中西合併 放在裡面 到底吃起來會是什麼感覺 我來幫大家吃什麼 QQ的珍珠 然後加上我自己煮的伯爵奶茶醬 自己煮的 都我自己煮的 唉唷 自己研發自己煮 我受不了了喔 你看這個 受不了 跟喝的有的不一樣 老闆娘 妳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家耶 對啊 因為 這個一口咬下去 先吃到的是 是鬆軟 但是微脆的這個 普斯的皮 但是 第二次 珍珠咬下去的那一個瞬間喔 就是比珍珠的口感前面一點點 是伯爵茶香 對 伯爵茶真的很香 直接從妳的鼻子這樣串出來 然後咬到一口珍珠 珍珠呢 軟Q軟Q的剛剛好 然後呢 重點是 如果說是光珍珠奶茶的話 它會很水 對 所以它的這個醬 濃稠度也很重要 對 要剛剛好可以讓它 黏在一起 所以妳就知道 我煮得有多辛苦 這都是妳自己研發自己煮喔 真的 那妳還要試吃呢 試吃啊 小孩也愛吃啊 害小孩 妳還有小孩喔 有啊 兩個 小孩也愛吃 所以這個東西 絕對都是手工做 沒有家房子進的 妳怎麼保養的 就是那個 晚餐盡量少吃 晚餐盡量少吃 啊凌晨4點起來煮 因為我有時候工作比較晚 好辛苦喔 對 那這個很特別耶 因為 以前如果 我們吃吐司的話呢 會夾果醬 或者是做厚片 但這邊也有厚片 但重點是 創意的 是把珍珠奶茶放進去 然後裡面還有那個鮮奶乳酪 所以吃起來有點甜甜的 酸酸的 會香 太厲害了 好 這個甜點也厲害 那我再來吃個鹹的 這一碗 一直在我面前 這一碗 我們的招牌 來都會閉眼 真的嗎 真的 哪裡 介紹一下來頭 新加坡的 拉薩麵 那我們的麵的話 比較特別是用那個 手工做的寬意麵 這個是寬意麵喔 你知道在寬意麵 台灣人愛吃的 寬意麵呢在於南部來說呢 是養活我們很多孩子的 一項美食 所以你把 因為如果是在新加坡你吃拉薩的話 它的那個通常有些是果條啊 對 或者是其他的米粉 對 但是呢你這個就是等於融合了台式 台式的 哇這個很厲害 這個要讓它泡一下 對 泡一下 然後下面的那個麵 來來來來 讓它泡了 然後 它會吸拉薩麵 對 既然你都是已經是行家了 我們要不要跟大家 有一些人可能 還不知道 拉薩大概是什麼東西 拉薩你等一下吃吃看 拉薩的話它是新加坡的一個美食 那它最主要的來源是用蝦殼下去熬的湯 對 蝦殼跟雞骨 對 所以它的海鮮味蠻重的 然後再來 還有一味 新鮮的椰漿 椰漿 對 所以你待會在喝湯的時候 入口除了就是海味 就是連蝦子的味道之外 椰漿味也會很重 好喔 我採訪過很多拉薩喔 真的喔 我試試看喔 它這個麵跟一般的麵頭不一樣 因為它會吸湯汁 然後再配一口湯 很拉薩 很拉薩耶 而且它拉薩到 我都不知道我剛剛吃的是什麼 因為它吸飽了湯汁 對 結果是 我再試一下湯頭 那個麵的味道 它椰漿味道還蠻濃的 然後一點點微辣 嗯 椰漿的味道蠻濃的 對啊 所以我們很多就是 如果來台灣旅遊的 新加坡人 還有馬來西亞人 都覺得 就是好像回到家鄉一樣 很開心 可是他們看到麵那麼粗大 他們不一樣啊 他們不一樣 對很特別 對很特別 在新加坡吃的不一樣 可以家鄉的人說 哎呀 這邊台灣的麵啊 對那邊也可以做這樣 這個不錯欸 真的 所以這個都是 你們夫妻倆呢 要真的要去 東南亞各地 真的去當地 真的學 還能學過來 對 學了幾個月回來 然後這個湯頭啊 跟所有的醬 也都要自己一手邊做 厲害 對啊 但是聽說你還有一個 賣超級好的 對 還沒有幫我介紹 鎮店之寶 鎮店之寶 這個大字效果是 是哪一個 這個 什麼吐司 咖椰 它叫咖椰 國民級的小吃 我試試看 這個蠻特別的 有吃過這種吐司嗎 比我上次吃的好吃 我好像怎麼在馬來西亞 對 不一樣啊 不一樣啊 喔好吃 因為它之所以 會讓你很開心 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那一層 奶油 奶油 鹹鹹的 是它之後加上去的 然後呢 瞬間呢 讓它蓋起來 所以你嘴巴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吐司呢 會融化在你的嘴巴裡面 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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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奶油會融化在你嘴巴裡面 會有一種爆漿的感覺 然後冰冰涼涼的 然後呢 帶一點微微的鹹味 鹹甜之中呢 愛恨南米 真的是非常有感 就是鹹甜鹹甜 你出過東南亞很多的國家 吃到的東西更不一樣 對啊 因為它已經結合了台式 對啊 和宵夜來吃這一碗 對啊 早餐這個也可以啊 這個也可以啊 對不對 對 哇 啊 才第一站 阿達就為大家介紹 這麼別出心裁的地方 是不是核塞雷啊 只是肚子飽了 腦袋也應該要補一補吧 那接下來 就讓我們來為仙靈衝擊一下 現在就要為各位介紹我的偶像 全世界都擋不住的 李坤林 登登登登 秀德的現場 大哥 太開心可以見到你本人 哇 謝謝你們今天特別來 對 因為剛才像我講的就是 你這家店啊 嗯 就是對於 高雄某些 孩子們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 因為我當初在這個 附近那個飯店住了三個月 我在高雄開喜 那這三個月裡面呢 我幾乎 都在這邊 秀漫畫跟小說 對 還有這邊很多 這邊也有一些翻譯的書 然後剛剛我們有看到 這本是你的書耶 絕版了 絕版了是不是 出版社倒了 出版社倒了 不過相信大家都知道 以前在你家樓下 或者是直接在你家附近 都可以看到的租書房 現在已經越來越少 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所以要有一個地方呢 可以全家大小一起來看書的話 那更是幾乎不可能 那像是某些連鎖的那種大書店 裡面是不可以飲食的 也沒有舒服的椅子 但是現在好像只剩你這家店耶 我們算是 碩國謹存 碩國謹存 至少嚴城區 碩國謹存 碩國謹存 老闆聽說你這期有上雜誌是不是 對啊 再怎麼樣也算是個 辦個成功人士這樣子 你很成功人士耶 所以我在這期的經理人 幫經理人打個廣告 有我 哇 老闆 來 送你中理 讓你了解一下我是怎麼成功的 真的假的 那 那 我也不妨說 我在這期的 潮流雜誌裡面 不枉費說是一個發片歌手 漂亮喔 我在這一集的雜誌裡面 那這個 送給老闆 好好好 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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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鬆餅耶 也有鬆餅啊 現在還是有啊 但現在進化到有牛排 我們其實不怕客人沾 沾到輸這樣 你要盡量沾就沾 就是 也有 還滿有錢我們再買 那怎麼弄的問題 不是就是要給大家一個舒適的空間 因為桌子也夠大嘛 這樣子 而且來這邊的客人其實都還蠻有水準的 所以就是不會亂 就是不會糟蹋輸這樣子 真的 還能吃一口牛排 因為你知道以前看漫畫最怕的是什麼 就是肚子餓 你不需要肚子 你的腰圍不需要控制一下 不用控制了啦 我就是隨便 然後真的有胖胖 哇這個牛排可以吃 太好了 你是不是在做功德啊 這樣真的能賺錢嗎 應該是說 我爸爸從小鼓勵我 人如果有能力的話 要想辦法回饋社會這樣子 那既然就是說 有這個空間 我們算是很幸運 有這個空間 然後就是希望說 可以讓更多喜歡看書的家人 可以一家人來這邊看書這樣子 老闆是一個真的佛心來的 如果晚上睡不著 真的可以來這邊混一下 但如果有跟我一樣 喜歡看漫畫的朋友 也有A漫 那邊我們稍微就是 馬賽克一下 但是我們可以去看 我們上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 走走走走 晚上吃飽飯後 除了散散步以外 居然還可以握在樹堆中耶 就連我們阿達也曾經在這 度過拍戲的時光喔 不只樓下有好書 還有樓上耶 誒 不知道阿達看到了什麼好康呢 不囉嗦 一起去瞧瞧吧 大家吼的是梁朝耶 這樣子弄得黑黑的其實在這邊蠻好的 而且有時候有些人看漫畫會害羞 不想讓別人看到什麼 最好的方法不是遮住書 是遮住臉 這樣子是不是非常好呢 而且你知道半夜不睡覺嘛 女生最重要半夜不睡覺 就拿來保養是最好的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時間點敷面膜最好 而且樓下既然就有賣面膜 很有特色對不對 你如果有這個勇氣 跟我們要面膜 你也不用買 直接跟我們要一片 說你想要敷面膜 我們現場就送你一片 送你一片讓你現場敷 那你如果敢這樣敷的話 就送你一個套餐 套餐 既然你們都來了 親戚朋友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會算國際星目的 這個要完全寫在旅遊書裡面 為什麼就是你會發現 在台灣高雄有一個地方 書店是會送面膜的 你只要敢來討 現場要用喔 然後就是你敢現場敷面膜的話 你不僅在這邊可以看漫畫 你還有套餐可以吃 還有一片免費的面膜 還有一片免費的面膜 而且這面膜是很高級的 這樣子恐怕呢 會有很多背包客 貪圖這一餐 來這邊敷面膜 對不對 也不錯 而且很酷 吃完之後還出去 15分鐘後又回來 再咬一片面膜 再吃一餐 蛤 我有沒有聽錯啊 現場敷面膜還送套餐 來這裡不但頭腦好 皮膚也會變好耶 是不是夢拿減少口咧 深夜還沒結束喔 看阿爸帶大家 到什麼特別的地方去囉 老闆叫德哥 德哥在嗎 德哥 你好 德哥嗎 你好 德哥你好 這個就跟我們喔 在這個日劇或者是日本漫畫裡面 看到的一樣耶 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就是 它不會開在一個夜市那樣熱鬧的地方 它就是欸 好像在一個轉角 但是呢 有些人一整天辛苦上班 然後就是想要喝一杯熱燈的關東煮 然後喝一杯啤酒 然後就會出現這樣的一個小店 然後呢 一定要這種黃黃的 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 沒錯 然後就要看到師傅在那邊做菜 然後就坐在前面 跟師傅聊天 對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是一台 鐵牛車 對 這鐵牛車跟您是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當初創業的精神 因為當初我也改裝過胖卡 然後去做過行動咖啡車 我也做過胖卡 哈哈哈哈 真的 我那一台叫怨氣垃圾車 只有剛才第一張專輯 噢 胖卡很難開耶 然後就後來 因為那好幾年前 那後來總是有 懷抱這個創業的熱情 然後想說 是不是有一些 新的想法 去有這樣的概念 去衍生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因為 本身我們以前也是上班族 那下班之後 總是也是喜歡吃吃喝喝 放鬆一下 所以因為自己喜歡 所以去 經營的這樣店 燒烤店 然後喝喝小酒 放鬆其實很舒服 那鐵牛車 是從哪裡弄來的 鐵牛車 它來有一個遠遠 就是因為它是我們在彰化 因為彰化原本 在方苑鄉 一個好朋友 然後他們本身就是在做農事使用 那這台車原本舊的 就是一台藍色的 對啊對啊 我看到的都是藍色 很破爛的鐵牛車 對 那因為因緣際會 剛好我有這樣的發想 所以去找這台車 那朋友也是情意相助 從彰化方便箱 把它直接拖下來 那拖下來之後 直接在工廠裡面 我們自己做改裝 自己改裝 我們自己改裝 所以這每一個都是你的愛車大改造 就是自己弄好的 因為喜歡 喜歡 這樣子真的是弄得很漂亮 然後呢 它就變成你最好的門面 是啊 你不用換招牌 也不用換招牌 那你都是賣什麼樣的 你剛剛說有燒烤 對 還有什麼 我們基本上做就是燒烤 那再來就是關東煮 日式的關東煮 燒烤跟關東煮 就是他們下酒是最好的 哇賽 鐵牛車搖身一變成了最熱門的深夜食堂 真是太厲害了 而且這裡每道料理都會讓你嘖嘖稱奇呢 趕快來品嘗看看囉 太舒服了對不對 而且炎炎假日就是要喝一杯冰冰涼涼的啤酒 再配上桌上琳瑯滿目的海鮮還有關東煮 這邊剛剛德哥有說到 什麼是最厲害的拿手菜 烤物嗎 基本我們拿手菜其實就是 我們就專做燒烤跟關東煮 關東煮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有看到這個菜單 菜單上面有一條很重要 它寫的 燒烤類 因為現點現做很費時 所以沒有辦法加點 這意思是什麼咧 就你點完一次說我想要吃牛小排 先這樣好了 然後吃完之後覺得不夠 老闆我想要加點一份 不好意思不行 是這個意思嗎 確實因為我們東西製作都是現點現烤 所以確實是比較費時 那因為想吃好的東西 其實是花一點時間等待是值得 是是現點現烤 但如果你想要吃再吃的話 那沒關係你就結帳 然後就再來一次 不然的話再找朋友來 他就算是一個人的 你就去坐他那一桌 一直揪著奶 來不管話不多說 酒喝了也要吃東西 可是看到現在多澎湃啊 你看直接就生蠔沖頭 是是是 這個這樣子的話6顆多少錢 180塊 6顆180 但是要看一下裡面有多大顆 哇這是哪裡的生蠔 現在目前都是冬時的生蠔 冬時的生蠔 天夏天的生蠔其實都非常肥美 肥美欸 對對對非常肥美 直接囉 好鮮喔 哇直接這樣現烤 對對對 哇很新鮮 你吃啊你吃啊 很新鮮 你不要管我 我們常吃 我們常吃喔 我真的很喜歡吃生蠔 很新鮮啊 你一看看 而且這邊有噴水 降溫 對因為 天氣熱了一點點 南部的天氣比較熱 好新鮮喔 我真的很喜歡烤生蠔欸 那幾點檸檬都非常棒 對我們都吃原味 都原味 都原味對 要再加一些醬 直接吃原味就非常的好吃 然後其他的拿手菜有什麼 像 這個是牛小排 牛小排 那因為本身我也是牛肉控 所以做牛小排 對 prime等級嗎 我們是做那個安格斯的 安格斯牛小排 安格斯牛小排 安格斯牛小排很貴欸 對它肉質帶甜 然後它的油花分布很漂亮 對 那因為特殊的牛種 我們烤的話大概在五分熟左右 五分熟 對 中間都會還有一點粉粉 粉粉 這個受不了 很好吃 超級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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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格斯牛小排 超級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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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最很喜歡的就是這種 大根啊 對 不是那個明星齁 一個大根 但是 哇他已經切好 我想 吃觀眾煮最重要的就是要吃他的蘿蔔 對對對 我剛剛這個叉子叉下去 不是開玩笑的 他是這樣輕輕這樣子 不要不需要用力 就下去了 就代表著說 喔 你看 他這樣叉下去 起來是會散開的 你看 顏色都一樣 這個入味道不得了勒 我跟你講 光吃這一口就值得 太好吃了 我沒有咬 我不用咬 我用我的舌頭 把我的上二一頂 蘿蔔就花開了 我沒有誇張 雖然在這個天氣吃觀眾煮 有點瘋 但是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觀眾煮的蘿蔔 就是德哥你看這 蘿蔔真的要燉爛 燉到入味 真的那才叫好吃 而且不能有吃 對 就是纖維啦 不能有那個纖維 因為選的品種不一樣 對 哇塞 這真的很強耶 蘿蔔旁邊有削邊 喔 有削邊 哇 上圓這邊有削邊 對 然後怎麼燉煮 我這個要燉好幾個小時 好幾個小時 然後還要再燜 還要再燜 確實很費工 我以後會肚定跟你買蘿蔔 吃關東煮真的 你一吃到他的蘿蔔 你就知道 這個老闆對於關東煮的心意是什麼 其他東西都煮很快 醬汁可以加很重 但是你蘿蔔要入味 就不是那種蘿蔔切一切 丟進去湯裡面燉水 這真的要有心意 它才能會像日式那種馬鈴薯燉肉 要燉到那麼爛 吃完 夜晚的高雄就是這麼不簡單 不論是獨創的料理 或是道地的東南亞餐 我們還可以透過書店 看到文藝氣息的高雄 下次再跟著玩客 一起挖掘更深度的高雄吧